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如此 关于偷情的小说 影视作品也被严格封禁 也就是说 偷情已成为社会最大的禁忌 人们从小就被传输了反对出轨的思想 所以大家更加谨言慎行 因此也杜绝了出轨的现象 我们的男主水哥是一家公司的部长 与妻子十分的爱 虽然结婚多年 但是每天上班前都会和妻子来一个爱的亲亲 这天 他跟平时一样办着工 他的秘书小白像往常一样送来一杯咖啡 可是脚一滑 直接撒了他一身 这可把水哥烫坏了 小白也连忙道歉 当小白蹲下来收拾垃圾时 水哥不自觉看到了不该看的 突然 一阵警铭声让水哥围过神来 一大批警察陆续赶到现场 水哥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 公司有两个员工偷偷地搞在了一起 触犯了法律 警察强制性把两人带走 看着被带走的两人 水哥只能无奈地叹息 这天 小白收拾东西时 水哥好心上前帮忙 但是一抬头又看到了不该看到 回过头 身后的一群吃瓜群众正盯着自己 水哥刚想解释 小白突然扑倒在了水哥的身上 这下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为了解除误会 水哥准备给小白发一个道歉的短信 却没想按成了暧昧的表情 上帝作证 水哥真是无意的 没想到 小白早已对水哥动了心 于是接受了他的求爱 这一幕 恰巧被路过的保洁阿姨看到 这下坐实了水哥出轨的事实 很快 两人暧昧的关系被人举报 双声被偷情取缔厅的人抓走 法庭上 水哥白口莫辩 一再解释自己是清白的 但是小白却承认已经暗恋水哥多年 加上两人的暧昧聊天记录 根本没人愿意相信水哥 无奈之下 水哥只能申请自己最亲密的妻子 来为自己作证 可妻子在律师的威逼利诱下 居然提供了水哥出轨的证明 而他的证据居然是女人的直觉 水哥顿时崩溃 就这样水哥被正式逮捕 被判终身监禁 不过在押送水哥的途中 水哥遇到了一群直枪的劫匪 这群人不仅打死了警察 还释放了水哥 原来他们是一个反对偷情取缔厅的组织 他们想要彻底推翻这个荒谬的组织 从而恢复原来的社会秩序 为此他们打算制造恐怖袭击 直接炸掉偷情取缔厅 水哥想要阻止这群人 争执中反而被打晕了 当他醒过来时 社会已经完全变样了 曾经威风凛凛的偷情取缔厅厅长 现在反而变成了阶下囚 再次将有数万人将会被逮捕 水哥曾经生活的城市 竟然也变成了空无一人的废城 其实偷情取缔厅的存在 固然值得商榷 但是在一一戏之间 偏激的摧毁 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 真的可取吗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偷情警察》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